因为任务就随意些女生被子 这真的是综艺效果吗 小猪刚到综艺就接到叫艺人起床的任务 面对突如其来的人 大哥一脸懵逼 本以为他只是对男生这样 没想到对女生也毫不客气 姐姐没有当场发飙 她算是有寒养了 而她到了另一个房间也一样画葫芦 一时间也不知道她是不尊重女性还是节目效果 而到了后面的环节 得知小李国生日时 女嘉宾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庆祝方式 后面节目的时候 我想就是跟大家跳一段街舞的那种行事 我想让你现在教我一下 下午可以跳的时候 然后就说是我编的 教几个动作现在 你就随便教一下 现在有节奏速度 不是没有 因为你都有现在 好烦呀 等小李交叹时她又不开心了 那个那个 好好教一个 这真的是 我们能跳那种吗 当两人独自相处时 小盒子先发之人 你是不开心还是怎么样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觉得 就是觉得跟平时状态不一样 有吗 但如果你要想说编舞是你 OK可以说是你 抱平气的小李终于忍不住了 你麻烦 你麻烦 真的 教嘛 我没说不教 那你教了吗 不是我觉得你特奇怪 你知道吗 你要是我教我教你 没问题 但你总说我什么不教 你不是我这还没开始了 那你教 你教了吗 你教了吗 别靠 门外的一群人还在看戏 可能觉得戏码还不够 小盒子再加了一把火 就是通过这个事 我觉得你真的团的精神 一定是特别的差 不是我真的 我现在我这事没搞清楚 你知道吗 就搞得像是我特别小气 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不是吗 可是我在喊人 我今天特别齐 我在喊人 由于小猴子的添油加醋 小李终于彻底爆发了 你有病吧 你才有病 你杀谁啊 杀谁啊 我姐夫 你有病啊 你干什么啊 不是 耳朵 你神经病啊 看到这儿小猴子满意的离开了 众人开始寻前假意 当时我们都在这里陪你 我们都在这里陪你 什么样子 我们都在这里陪你 这时小猴子举着生日蛋糕起来了 此时小李内心估计在 听我说谢谢你 这种先打一巴掌 再给一颗糖的生日惊喜 你想要吗